导演最会安排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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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这些去洗菜 好 洗菜 这个也是一样洗菜 然后你拿那个 漂亮的白色的碟子叠起来 它就很漂亮 栗子 来 你做这个 刚好这边 你在这边烧皮 好的 来 这个好棒 就这样摆吗 可以啊 好看的 你不是要去时装周了吗 考一下你的审美 就去家里做饭吧 我都拍他的戏 被他折磨 我一个镜头 叫我来个三四十遍 真的假的 对 他那时候他刚刚结婚 我新婚 对 他实在是来不及入戏 你不是陈静 你这样不是陈静 那个角色叫陈静 我说我就是不是陈静 他竟然回导演说 我就不是那个角色 我就不是陈静 我的陈静 那时候他吃到 真的要在这边抱 他讲一下 我要我要听 我要听 就说那个长大以后就是 就是他的声音 记得 怎么都是 我女儿 在肚子里面 我说你要记住这个阿贝的声音 就是他说来再一个 来再一个 听到再一个马上 他会不会出来第一句话说 来再一个 一选 你一直觉得很草率 你都不试戏的吗 去试镜 也是要试镜的 但我不是试丫鬟 我是试女主角 我觉得对于刚从城市来的人 因为现在生活其实 我自己觉得压力也挺大的 就像我现在对 每个人都好多事情要做这样 他来这边可能第一个需要放松 包括我今天来 但我看到那个山雾鸟绕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心情还是会觉得 哇如丝如画很美 对对对 所以如果能够我们发现一些 发掘一些这样子 一些山中小径的行程 然后告诉他们该怎么走 我觉得大家会 非常放松和疗愈 这刚好是诚实人需要的 而且是这边的特色 这边才有 我觉得大家来这边 就完全就是放空跟放松 真的就是放空 那你们要提供WiFi吗 要要要要要 有时候这也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方法 就是强迫你在这几天 你就真的与城市隔绝放松 那心里反而会 心里会有点忐忑 那就怕有人真的就会不来了 会受不了 会受不了 对 没关系 要不然你的WiFi收高价 这也是一种就是 对吧 请你练习 脱离这个东西高科技 告诉我为什么要用这个WiFi 是谈什么生意 多大的生意 试成之后 生意的10% 想来将WiFi来剪 试成之后 果然是城市人来经营民俗 制片人的思维 挺好的 而且我记得今天我有看到 有一个主管有接山泉 对 我想那个山泉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可以泡茶 是泡茶绝对是可以 我也想还有没有一些 因为它很顺拐 哦 就是它山泉 我总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它好庆心凉哦 然后又觉得山泉这个标签 就是总觉得好大自然 就是你知道很想要什么 山泉可以做饭 山泉来做饭 就是水啊 本来就是各种的运用 喝这个山泉清洗灵魂 可以这样 有很多地方 我再喝一口清洗灵魂 哎 该把它烧开了当 泡澡 我们又没有那个 没有浴缸啊 对房间里面有点来 没有办法塞浴缸了 有点可惜 房间也不行 我觉得房间已经是就是最最紧了 嗯 或者是我突然想一个就是那种 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们这边唯一个简单的 可以用那个山泉来淋浴的地方 你说房间里面 在外面 如果你去外面走了一圈 你很热 你可以在这边用山泉来 起敌你的身心灵吗 穿泳衣吗 whatever 之类的 哎可以耶 是不是 茅草的那个就可以 对茅草的 然后比如说茅草它可以稍微微一点 因为咱们中国人其实不太适应 对啊 然后你微一点 那可能留一点个窗是可以对着 或者只有一半遮挡是可以对着景观的 对啊 所有人都看到你在泡澡 咱们这都先记下来呗 其实夏天如果很热的时候 用山泉水那个 整个那个淋浴其实是很爽的事情 研究如何运用山泉水 对啊 就怕它每一个元素都用到极致呗 嗯 有没有办法建一个那个美好美好生活群 有 你建一个吧 接下来所有的那些嘉宾 大家都在这个群里面 也许都可以互相认识 好好好 只有这个群这是个大群三四十个人 哎真的耶 二十个人而已啦 二十个人 最多我们就二十个人呢 哇 哎你们总共三个常住 平均一个人要六到七个朋友来 那你是算谁的朋友呢 我是你们三个的朋友 对啊 分了一下 你们这朋友圈重叠了有点 太重叠了 你今天选一个吧 你只能选一边 没办法 肯定是选 你想当谁的人 肯定是选紫薇啦 一人三分之一 一人三分之一 这样吧 你今天算他的 今天算我的 明天留下来算我的 后天留下来算羊子了好吗 那就算三 我一人要 行行端平了 端平了 三个了吗 肯定这样也没有办法 我一个人充当三个嘉宾 你们还是得凑出这二十个啊 虽然不行 你就反复来 这样我就可以了 可一个羊毛使劲啊 然后每次不用不一样的造型 下次戴长头发来一下 甲哥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你扮成一历来的经典角色 每一次 每次换了不一样的造型来 我看行 摆遍乡村 大咖秀 乡村版人大咖秀 乡村大咖秀 乡村大咖秀 第一次来 我是小虎队 蝴蝶飞 蝴蝶飞真的不是这样子 这样 我觉得 这样跟我看到的蝴蝶飞不一样 蝴蝶飞是这样 蝴蝶飞 蝴蝶飞 这好 那第二次来呢 你别别把头网好吗 哇哥 哇哥 不是明月 不是彩霞 哈哈哈哈 什么都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 哎妈呀 杜飞就多了 杜飞对了对了 杜飞杜怼怼 杜飞太搞笑了 杜飞你嘴真结了 对你的嘴 你的嘴没死 还会亲人可怕得很 你的心情关死 你的嘴巴没死 你还会抢我们别人可怕得很 我那时候是怼 怼舒怀嘛 嗯 他就说他 那个他在 你你不再找一件事 你你不再帮不担心 你不再帮我 什么 我听我这位 监iona 我会知道 你不再帮你 你不再帮我 不再帮我 按照你 你不再帮你 你不再帮你 看那些不能帮你 所以我们那条线一直是喜剧线了 所以原则上不算很浪漫 杜菲挺好 我小时候喜欢杜菲 真的假的 因为舒桓老师摇摆 对 摇摆 他其实很喜欢杜菲 他其实放在现在就是比较渣的那一种 就两边都不放弃 可惜以前我是丑小鸭 都没有人喜欢杜菲 就觉得太高 没有 那时候你不觉得他有点吵吗 没有 很可爱的杜菲 谢谢 我怎么聊到这边去了 就是那个百变大咖秀 百变大咖秀 我还真的是蛮多可以变的